真日啊 情人節啊 聖誕節 都要媽媽女友一起過 孝順啊 它是一件好事情 但是當媽寶 它就是這種罪惡囉 俗話說 男怕入錯行 女怕嫁錯老 女孩們 找一個好老公啊 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那麼今天我們就來分享一下 究竟哪幾種男生 千萬不要嫁給他 幫各位掃雷 首先 第一種 媽寶男 這種男生很聽話 你會覺得他很老實 很乖 然而相處久了之後就會發現 原來啊 她是家庭裡面所造就的媽寶男 她非常聽話 跟你在一起的時候啊 聽你的話 回到家了 聽她媽媽的話 遇到問題爭吵的時候 也拿不定主意 甚至於啊 可能跟你有這個意見分歧的時候 她也得打電話回家 問她媽媽的意見 像我有一個女生朋友 她的丈夫啊 就是非常標準的媽寶男 在婚前啊 兩人還在交往的時候 欸 就常常 生日啊 情人節啊 聖誕節 都要媽媽女友一起過 果然 最後要結婚 辦婚禮的時候啊 連婚禮的細節都是媽媽決定 說得算 完全不顧我這個女生朋友喜歡什麼 所以果然 婚後的生活啊 就是爭吵不斷 而且還有非常嚴重的婆媳問題 孝順啊 她是一件好事情 但是當媽寶 她就是一種罪惡囉 母子是血濃於水的事實 是永遠的牽絆不會斷 當然婚姻就不同啊 要記得 婚姻是一種選擇啊 你一選擇了你太太 你太太也選擇了嫁給你 所以你們有更多的責任 去照顧彼此 去愛護彼此 就連聖經都說啊 人啊 要離開父母 與妻子聯合 結合成一體 這才是成熟的人 2 在雙方戀愛時啊 就有出軌紀錄的男生 這一點啊 並不是說那些曾經愛玩的花心男喔 有的時候 浪子回頭反而是加分下 因為畢竟他傷害過別人 也曾經被人傷害過 在某方面來說 其實有更完整的感情歷練 但如果啊 出軌這件事情 是發生在你們雙方戀愛時 那就不要堅持了 不適合走路婚姻 因為實在太辛苦了 畢竟信任 他像當白子一樣 一旦有了污點 無論橡皮刷怎麼擦 他都會留下痕跡 他始終都是髒的 這個心理的結 會跟著你的婚後生活一輩子 3 窮到骨子裡的男生 現實生活的愛情啊 是非常脆弱 即便只是有沒有穩定收入 這種小事 都可以造成很大的衝擊 男生可以窮 但千萬不要窮到骨子裡 這句話什麼意思呢 意思就是說啊 如果這個男生啊 他的家庭很貧窮 沒有關係 畢竟原生家庭 不是他本身可以做選擇的 但如果喔 不但家裡面窮 他自己也窮 而且志氣也窮 並沒有選擇 因為我家裡不富裕 而拼命努力的奮鬥 那這種男生 就是我說的 窮到骨子裡去了 千萬不要嫁給他 他可以不必現在大有所為 但他必須要 讓你在他身上 看到他是一個潛力骨 否則 要拿什麼 來保障你跟他的婚後生活呢 4 不願意分享的男人 一個男人啊 重要的不是他擁有多少 而是他願意與另一半分享多少 媚娘跟了先皇啊 十幾年 也不過一介才人 但跟了理智之後 卻豐厚了 有的男人擁有天下 卻不願意與你分享三分底 有的男人 即便他手裡只有一張餅 也願意全部都給你 女孩們 切記啊 重要的是這個男生 願意與你分享多少 不願意分享的男生 千萬不要嫁給他 以上四個特質 建議各位 絕對不要自討苦吃嫁給他們